最近有关1MDB所拖欠的天文数字债务 到底有没有对国家经济造成负担 那成为了国会下议院的热门话题 财政部长沙夫鲁昨天在国会透露 1MDB所发行的债券包括本金和利息在内 目前还有388亿令吉要等待政府去偿还 那就算扣除了存放在信托户口里面的 政府从海内外追回来的1MDB资产 政府也还需要额外再承担170亿令吉的债务 这直接就驳斥了前首相纳吉指 政府没有使用公帑来偿还1MDB债务的这个谈话 而纳吉早前就建议政府在1MDB债券到期之前 先把债券赎回来就可以省回利息的开支 对于这样的说法 扎夫鲁也解释了为什么行不通 财政部长扎夫鲁昨天在国会下议院会议 回答行动党国议员王健民的提问时坦言 前首相纳吉早前建议政府提前赎回1MDB发行的债券 就可以省下每年必须支付的高额利息 是把问题简单化 因为这么做必须先取得债权人协议 而且这件事涉及到复杂的司法程序 操作起来很困难 扎夫鲁还说相关债券是以美元发行的 在美元走强的情况下要把债券赎回将涉及更高的成本 财政部长扎夫鲁也表示 政府肯定如期偿还所有1MDB欠下的债务 以避免违约 否则将对国家经济带来严重影响 因为这些债务都是由政府担保的 现在一马公司丑闻留下的烂摊子叫人触目惊心 国灵球大选之前被纳吉政府压着 以及一些政治人物和媒体帮忙洗白白的1MDB丑闻 那在前首相纳吉在本地被控和定罪 以及在相关案件 目前还在美国法庭审讯的过程当中 更多的黑暗细节已经是进一步被揭露了 昨天在美国法庭 前高盛集团银行家黄宗华所涉及的 一马公司丑闻受贿及洗黑钱案的审讯当中 控方证人继续在法庭上揭露了 更多有关于一马公司资金走向的内幕 负责追查一马公司案资金 如何被盗用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探员埃利克 他在公正的时候就揭露 在高盛集团为一马公司融资 发行债券的资金当中 一共是有多达65亿美元 也就是大约272亿令吉是遭到盗用 而且根据他的追查 这65亿美元非法流入到至少16个人的账户里头 当中停案的主要被告黄宗华 前高盛集团董事就是莱斯纳 还有为一马公司交易提供担保的阿布扎比国际石油 投资公司IPIC的前董事经理卡登 这些人其实都瓜分到了数额不等的资金 至于前首相纳吉 他也被指在65亿美元的总额当中 获得了7亿5600万美元 相等于是31亿7千多万令吉 不过这还不是遭到窃取的最大一笔资金 因为最大一笔遭到盗用的钱 是流入了一马公司案通缉犯 也就是刘特佐的口袋里面 根据证人安利克在纽约法庭上的说法 刘特佐他一个人就拿走了14亿2000万美元 也就是大约59亿7千万令吉 从财政部长赵富鲁在国会的言论 以及国内和美国法庭有关一马公司丑门案件的审讯过程 他们所揭露的这些黑暗细节是可以看到 一马公司在官商勾结下 被一般盗贼掏空了 留下的烂摊子就必须要由马来西亚的纳税人来承担 在哪里线下来的烂摊子就必须要由马来西亚的纳税人来承担 在哪里线下来的烂摊子就必须要由马来西亚的纳税人来承担